那么下面就要登场的这是WPMF 70公斤 下面就要登场了这位很多武林峰的观众 对他非常的熟悉 我介绍这么几个关键词 首先他是武僧一龙的师弟 而且他的佛经念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在他 见他在武林峰的那台上出现了 今天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精彩的赛事 我们有请武僧一虎 来 请大家掌声欢呼呼呼 送给武僧一虎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河南南洋的鸟巢体上 为您转播 武林峰环球球王争霸赛 南洋战的一场比赛 这场男子72公斤的比赛 我们看到这个红方 是武僧一龙的这个使用地儿 叫一虎 常常也没有见到的了 而他的对手是来自泰国的达拉同差 达拉同差从这个出场 我们能够看得出 这是一个穆斯林家族里的 而且是南部听他们说 他的父亲有17个儿子 对 而且全部都练泰拳 对 特别的头上泰拳 在泰国南部的也是一个名媚望族 这位选手很有特别 拉大四公斤 现在是有点跟一虎先生点到为主 过个招 先看看 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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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 再说 你看 我们想马上说 不允许这个拉着这个绳索 做一些这个防御动笼 因为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没有见到这个一虎比特了 我们所担心是他的这个体能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虎 他力量还是有的 力量有 而且通平拳打得非常好 他传他通平拳 是一位席练这个传统武术的 对 但是他和他这个石中帝 那个一龙有不同 一龙不然有力量 而且抗击打得更好 因为在泰国啊 因为比较贫困的泰国的这种 小孩啊 还洗脸太前 对 这位这个 打了出差啊 他是一个明明望族 况且呢 他的所有的兄弟都系练泰拳 因为在泰国也很少见啊 对 那从这一点 可以看出在这个泰国 大家喜欢这个泰拳这项运动 你还是会觉得非常普及的 对 他做一个 他做一个职业的一种拳赛嘛 有很多的这个 贫困的孩子 想通过这个职业泰拳 养家户口 对 同时也想通过这个职业泰拳呢 能够走向世界 欢迎